老父亲出国寻找在外打工的儿子 来到公司地址时却彻底傻眼 眼前是一处废弃的工厂 哪里有什么所谓的办公大楼 就在此时 父亲的手机响起 电话那边留下一句对不起便挂盾 父亲预感到大事不好 连忙回国报案 可办理的警察却说 儿子亲自联系了大事馆 要求不要再寻找自己 面对成年当事人的拒绝联络 警方也爱莫能助 然而父亲却不肯放弃 他坚信那通电话一定是儿子的求救 可是不久后他又收到了儿子寄来的遗书 经过警方的鉴定 信件确认是东仔本人的笔记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 道琪盯着那封遗书 很快发现了端倪 庆纸下方有很多长短不一的划痕 是当过兵的东仔留下的摩斯密码 解读出来是救救我 道琪立马着手开始调查 只是这家公司做得太过隐异 国内的地址也是一座浪文 道琪决定移蛇出洞 仿照东仔的合同要求上藏了一份印度一样的走 很快就接到了出国工作的信息 于是道琪不远万里来到了越南 一下飞机就感觉侵犯不动 对接人临时更换了见面地点 还故意在监控盲区等待 他戴上专用眼镜 和国内的张代表共享视野 不仅拍下了接人的车牌 还将一路上的蛛丝马迹全部露散 起初 对接人带他们坐了邮轮 还夸下海口以后 他们顿顿都会是暴民龙侠 但下了传几人却被要求坐上一辆破车 还以半电话卡为由被收走了手机 车辆驶入越来越偏僻的小物 到其心中顿感大事不妙 很快另一辆车在分叉路口挡住了几人群 一群人拿着棍子走下来 说吧三人便被套上头套迷运过去 到其也和国内的张代改断了联系 一盆冷水将他拨起 三人被盗吊着重重摔在地上 眼前赫然是一个杀猪的黑老大 老大看着几人的紧 问他们谁玩不扑克 且没有人硬马 老大恼羞成怒 将三人吊起来一顿暴摆 随后又扔出一堆计算机书籍 让他们着手研发非法赌博程序 此时一个男生战战轻轻说 自己学的是平面设计 对程序一窍不通 老大却直接一棍子将他打拥在地上 처음에 다들 모른다고 하다가 나중에 보면 다 잘하더라 너희들이 여기서 선아갈 수 있는 방법 다看가자 열심히 노력한 거